我吃完了 吃完了 我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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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走不走了 我上去要迟到了 走 走吧 妈 你哪不吃饭呢 妈吃不下了 走 咋了 太欺负你了 没有 儿子 妈得跟你说一声 你爸呀 他跑长途出远门了 这一两天回不来 你这几天先住到妈妈家里 你咋知道 你爸跟你范叔叔说的 刚才在屋里 你范叔叔告诉妈 他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妈跟你说一声不行啊 还非得你爸跟你打电话呀 卫叔班 上学去 今天院长大查房 马上就迟到了 看什么看呀 快点 那我们跟 dijo 鱸鱼 说要 Glad to不负你了 那我就告诉你 昨天晚上是我去交警队 把你领回来的 他们告诉我 你们俩一起喝了酒 撞车的时候 一起在车上 开车的时候代驾 然后一起去了交警队 我们 当然是你们了 难道这个你也记不起来了 昨天晚上可不是你们一个人 那你听我解释 不用 有这个必要吗 我怕你误会 正宇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你是副院长 著名的眼科专家 公众人物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我知道 可是 那个女孩是谁啊 和你一起坐车的那个女孩 她是我的学生 学生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她是新调来的研究生 我是她的导师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今天来晚上也没吃了 不是 郑院长还没来呢 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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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我迟到了 你闹了 你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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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闹了 我闹了 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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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 这是什么呀这是 今天PM二战五值都爆表了 咱们呼吸的是空气嘛 是毒气 我要跟周院长建议 给咱们每人都来一阶吧 拒绝PM二战五值从我作极 这什么建议啊 每个人都带一阵子 像猪鼻子似的 那患者不都得吓疯了 不怕你 靠近咱们了 用两天我没气候 到嘻嘻嘻嘻吓死我了 你没迟到 院长迟到了 是院长迟到了 太含歇了 我明白了 昨天晚上他喝大了 别胡说 院长不喝酒 他不喝酒不代表他不会喝酒 昨天晚上他喝的就不少 准备开会 准备开会 李医生 你好 我是李小夕 对 是叫彤彤 现在我通知你 眼角膜的捐献者呢 已经有了 请你随时做好 演讲我移植手术的准备 好吗 我没听错吧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李医生 去美国 等一下 来了 陆姐 晓鲜 怎么了 我走啊 不是说我改到晚上的航班吗 陆姐 我们不走了 医院来电话说有了供体 彤彤排第一个 让我们马上去医院 接受脚膜移植 真的呀 那太好了 是啊 陆哥 开不开心啊 陆姐 是这样的 好 那早我也没好意思打扰你 我想能不能请姐夫给彤彤做这台手术 姐夫是留学的专家 是技术权威 我直接找他不太好 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 这对我和彤彤很重要 这对我和彤彤很重要 没问题 一会儿啊 彤彤就给他打电话 谢谢你 陆姐 快 谢谢刘彤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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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客气啊 郑连长 你探一下 通知患者家属 通知了 一个六岁的盲童 马上入院 好 我知道了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我在茶房 我不打扰你 想跟你说一件事 小夕和彤彤去医院了 医院说已经有了供体 李小夕托我跟你说一事 如果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亲自给孩子做 你去手术 还有 算了 李主任 院长 你带马护士长继续查房 你们两个跟我来 准备手术 谁呀 来了 爸 你好 你好 请问是郑宇家吗 对啊 好 我们是交警队的 那请进吧 好 好 我的方案就是这样 老师我同意您的方案 我不同意 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做手术 酒精还在您的体内 作为您的思想和身体 现在您没有准确的判断力和操作力 即使是病人家属指定您做这台手术 但出于对病人和您自己负责 您都不能做 听我也愿不 不管是导师还是院长 在手术台前 都是医生 病人才是定位的 你确定是你丈夫开走的吗 对啊 什么时间开走的 昨天早上 他每天都是自己开车上班的 这行车执照上的名字是您的吗 是 这车是三年前我老公买给我的 那时他受聘在德国一所著名的眼科医院 那您现在是 我 我现在没工作 说得好听点就是全职太太 您看我这样子不是名副其实吗 没有啊您的记者一看就不一样 好吧 谢谢您的合作 我们主要就是想核实一下车主的身份 打扰了 顺便问一下 您车的保险到什么时候 好像上个月就过期了 您要不说我都给忘了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有什么关系吗 这理论上是没什么关系 您别紧张啊 这被撞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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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得挺舒服的啊 这被撞者死了 这被撞者死了 你躺得挺舒服的啊 那我躺得挺舒服的啊 这被撞者死了 你躺得挺舒服的啊 你躺得挺舒服的啊 起来吧 废话 这事放你身上 你 你不上火呀 你上火该吃饭也得吃饭呢 来 快吃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能不能跟我别玩神辰好不好 说话呀 这人都没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咱俩这关系我 咱俩什么关系咱俩 虽然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发小 既不是兄弟嘛 也不是连金啊 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我 我求你行吗 我求你了 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该回避的回避 我就当你是百度了 当你的法律咨询了 行不行啊 事情了解清楚了 你说的也是什么事 你是代价 然后呢 但你没有代价自知啊 这 这就对成那样了 你这既定找代价要什么辞职啊 送回家就行了呗 当时车主是处于不清醒状态 车是你没开的 死者又没闯动灯的 所以啊 你是圈子 然后呢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呗 你说 你这我怎么就杀人了呢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杀人 哎呀 法盲 过失杀人也是杀人哪 刘罗 小心 我听护士说手术很成功 祝贺你 那 今天晚上你回来吃饭吗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问一下 如果你回来呢我就坐 你要是不回来呢我就再对付一口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交警队的来人了 被撞的人 死了 啊 死了 我一直在忙 好 好了好了 我今天晚上一定回家 哎呀 我不回家我能去哪儿啊 好了 就这样吧 从理论上说 过失杀人那是刑事责任 你得付 但是咱们这件事 你得看人家家属的态度 那要是赔偿得当 家属原谅你了不再起诉你 那我愿意配钱 我愿意配多少钱 你说 这才看死者的具体情况 跟家属的要求 我估计啊 怎么也得几十万 几十万啊 哪有几十万我根本赔不起啊 你把我卖了一次也没有啊 我那点加大你不是不知道啊 我房子还是按揭 房子 对啊 我给你卖房子呀 是不是 买房子不是啥好主意吗 不不不不不不 差不多差不多 我要把房子卖了啊 不仅房贷全部还清了 还能落个一二十万 差不多够够了 我要把这钱赔了 是不是就可以不进去了 我的意思啊 不卖房子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问谁呢 不是你说上赔了钱你不用进去了吗 那我还说得看家属态度呢 不是什么意思呀 要的人给多少还不行啊 那你也得看人最终裁定结果呀 那决定这个因素也不就这一条啊 那什么意思呀 这你就不明白 你赔偿只是民事赔偿 明白吗 他抵消不了刑事责任 我明白了 你还得想让我进去 你说你怎么那么欠呢 他已经下班了 你还找他干什么代价呀 那不因为我喝酒了吗 我要不喝酒 这钱我能让他挣 我还想挣呢 姐我跟你说 我是真后悔 你后悔什么 后悔那二百块钱没挣着是吗 你去呀 有本事你去呀 还多一个酒驾呢 反正你也关棍一条 去 姐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希望我进去呀 就是希望你去 怎么的 你让人民警察听听 这是亲姐弟该说的话吗 不是姐 真是我姐夫他自己要去的 你说现在挣点钱多难呀 我姐夫他不容易 又得照顾小顾 又要还贷款 其实我姐夫这人吧 行行行行行了你 一口一个姐夫姐夫的 这儿还坐一个呢 别光在那儿喝水了 宋大年出这么大的事 你可想想办法呀 没啥好办法 我再看明白了 这平时啊 一个比一个有本事 一到关键时刻 全都马爪 打开 走 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啊 去看宋大年 不是 这种情况 能看吗 看到是能看 关键你必须是律师 或者直系亲属 宋大年他爹妈早死了 他是孤儿 哪有什么直系亲属啊 我就是他直系亲属 走 老师 我送你吧 你车不是在交警队吗 那方便吗 方便 正好顺路 上车 好 怨过 你都怨过 你说阿菲还是你跟我喝点吧 这没这事 闭嘴 这会儿你知道大了脑袋了 我听说你还不吃饭呢 绝食啊 不是你这是示威呀 还是忏悔呀 姐 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少说两句 少说不了 有本事惹出这么大的事 没本事听人说呀 以前你就喝酒驾车 把人车给撞了 这回好 直接撞人 你怎么不撞钓鱼岛去啊 姐 那太远撞不上 这件事情啊谁也不怪 怪我倒霉 我是人 我对不起被撞的 也对不起你们大家伙 姐夫 听方天蕾说 你打定主意 准备蹲监狱去了 还能怎么办啊 家属要是满意的话 那得及时办法 我哪有这个钱呀 我就这钱也借不出来 也不是找谁借 那你想过吗 你要是进去了 孩子怎么办 孩子就能跟你过了 我这跟你没这个条件啊 这个孩子从小就跟你亲 就他那脾气 在我们家能待着吗 那 那怎么办啊 我要赔钱的话 那我只有一条路 就里卖房子 房子是你的吗 那是我留给孩子的 你没权利卖 我钱的事 我跟蕾子想办法帮你 好 没 不能这样 我怎么用你的钱呢 判个八年十年的我认了 真的 小波还 还不知道吧 你回忆以后 给小波前 也后果 都给她说清楚 趁我还没判还没进去 一旦来看了我 我想跟她说了话 好 谢谢你啊 丁医生 不用客气 老师 要不然进来坐坐 不用了 丁医生 好 那行 拜拜 拜拜 小心点啊 拜拜 来吧 回来啦 回来啦 不洗个澡 马上去下班 对了 冬冬今天的手术很成功 准备报名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哪成回的呀 博士送我回来的 谁呀 我学生 我学生 三个月 我学生 你俩有什么问题 你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得了 我学生 你不得了 我学生 你不得了 我学生 那你就安心蹲监狱吧 你呢 虽然这次撞人事件情节恶劣 好在你认罪态度比较良好 又没肇事逃逸 我相信 人家会少叛你个一年半载的 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我就带着小布去看你 探监 省着你一个人在监狱 抬头望月铁窗内 也够可怜的 等你们见了面之后啊 那监狱里呢是一个大玻璃罩 给你们俩隔开 一里一外 互诉中场 互相安慰 抱头痛哭 抱头痛哭好像不可能 人那玻璃拦着呢 抱不上 就互相就安慰安慰就行了 你说他见完你了 回去能有心思上学吗 要不上不了学呀就不上了 辍学 我早点让孩子走向社会 当同工 早点出去挣钱养家 不也挺好吗 有你这样的爹当反面教材 我相信你儿子小布 会比别的孩子懂事 挺好 这样挺圆满 就这么定呢 马超走 别别别 你们别别别 别走别走啊 马浩妹 你真的见死不救了呀 能不能再陪我一会儿 我一个人真的在这儿待着点害怕 没事 进去人就多了 别别别 我不想进去 你一会儿想进去 一会儿不想进去 你到底想怎么办 打死我都不进去 到底进不进去 不进去 能商量不 能 醉 这事儿没得上了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姐姐 你这个事儿啊已经出过了 咱俩好好想想怎么办 千别止气 这钱我是一分都不会要的 我就是要把那个王八蛋司机 送到监义里去 让他下半辈子都待在里面 不志气吗 你把那司机送进去了 不两败俱伤 谁也得不知道什么好的 那你告诉我 多少钱能买回一条命 多少钱能让我的孩子有爸爸 这是我的事儿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我不饿 吃好了 刚才是她送你回来的 谁啊 就是你的学生啊 那天晚上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 是 她 她叫什么来着 她叫丁妮 丁妮 名字挺好听的 刘洛 是这样的 挺漂亮的 年轻就是资本 昨天是她生日 科里的年轻人请我 我知道 我们先去酒店吃饭 大家都敬我酒 我不好拒绝 我知道 你是他们的导师 吃完饭以后 他们又拉我去了酒吧 我也知道 你不好扫大家的信 就是啊 你也知道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 对不起啊 刘洛 我不好拒绝 请你理解 我理解 所以你乐不思数 所以你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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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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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女怎么还吃啊 你女女怎么还吃啊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你俩坐在这儿 嘚嘚嘚嘚嘚嘚嘚就没消顶过 你还行不行了 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你也太能吃了吧 不是姐妹你 哥们 哥们 哥们你知道吗 我打昨天喝了一肚子酒之后 我喝到现在历米未见 我都快饿晕了 你刚才嘚嘚什么来 现在外面传的事 你跟老师半夜被带到了派出所 交警队 我知道交警队 但外面不是这么传的 现在外面都说 你和老师 半夜被 隐暗 我是说你们俩吧 就是 肯定什么事都没有 废话 可是妮妮你能不能 与老师稍微远一点 保持一点距离 行 你不要再说废话了行吗 那行 我闭嘴 不过郑老师 还真的是挺有魅力的 你说了半天 只有这一句话不是废话 那啥你 你是不是喜欢她 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呀 你看啊 业务好又上进 年轻漂亮还聪明 你喜欢她很正常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而且作为你这样的男人 也是春风得意正当年华 你都不喜欢她 哪儿 你会没有 我怎么说 你都会연der 我怎么会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没办法脱俗 这么多年 我每天三点一线 上街买菜 回家做饭 学校接孩子 以前韩安在家的时候爱好 我们围绕着孩子 还有共同的话题 自打韩安出校了 我们还有过交流吗 你每天就是 手术 学术研究 加班 你回到家就喊累累累 我们俩已经没有 共同的话题了 我的那些学问 早就还给学校了 你们现在是高大少 我的那点知识在你的面前 也就是乡镇卫生院的水平 我剩下的就只有洗衣做饭 人老竹还了 你看你说哪里去了 其实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呀 你可以旅旅游 健健身 谢谢 你没说让我去跳广场舞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这个意思也没什么 你别忘了 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 当年也是年轻聪明的姑娘 没准 他们中间 也有当年大好前途的颜柯医生 刘露啊 刘露啊 你怎么不吃啊 这才给我爸平时给我做的 简直就是菜 简直什么呀 没啥 回来了 都没啥呢 我发现你这孩子呀 简直太难伺候 你饭叔忙得要死 能闲出功夫 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 不说一声谢谢 还在这挑三千次呗 是他爸做的饭菜习惯了 吃我做的不习惯也正常 时间长就好了 妈 那我今天还在你家睡吗 不在这儿睡 在哪儿睡呀 赶紧吃 爸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gå 明后天吧 明后天够强 一瓶弄不好得一个礼拜 你决定 那还得是顺利 快吃 让你快吃饭你没听见呀 问东问西的 你问那么多事干什么 吃 吃 这饭都不让人吃饱 我还真是你从蛙为送的 臭小子 好吃啊 走 走了 走了 这臭小子 长心眼了 跟大念聊得怎么样了 谈妥了 她不进去了 就是嘛 跟谁志气啊 有困难的大伙想办法呗 她要不进去的话 这房子是不是就得卖了 感情不是你的房子 你不心疼是吧 那房子当然不能卖了 那是我留给小布的 这么多钱哪 她不卖房你让她抢去啊 她不卖房你让她抢去啊 好 等会儿 怎么了 不对 你什么情况 有话谁说 我没什么 我就是 就是想跟你温柔一下 那不正常吗 不正常啊 太不正常了 说吧 几个意思 你想把咱家钱拿出来 对吧 你也这么想的 怪不得咱俩是两口子呢 想到一块儿去了 行啊你 我没看出来你这智商店长啊 在这儿等着我呢 雷子 咱是不是得换位思考啊 你说 宋大年台上这么一档子事 如果咱俩不帮他 可就没人帮他了 不管为了什么 至少为了小布 雷哥 这宋大年的事吧 我觉得他竟然同意赔偿啊 在那儿找着家属坛呢呀 处理好了赶紧放人 他不还和你沾亲带姑的吗 谁说的 这事我还真得回避 要不你去跟家属谈呢吧 女同志跟女同志好交流 行 我就知道这事还得落我头上 行 我去跟家属谈 行 小安 你那个是文字带我 带了 带了 你看 这从哪儿人家真没什么钱 家里边房贷还欠了几十万呢 你跟那个家属好好说说 尽量别使得大开口 万一这数额要超过了 宋大年的承受范围啊 他一急 往监狱里边一蹲 家属什么就都老扰 行 我知道了 好 走 小韩 也别光向着这边 咱们也得照顾到家属的感受 我看那家属还大着肚子 也挺可怜的 尽量一碗水端平吧 雷哥 这里外都让你给说了 要不然还是你去 还是你去吧 一般事我放心 行 我走了啊 谁啊 焦总队的 好 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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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先去家吗 对 我是教组队的 我 我先进来吧 我刚才找洗衣店去了 那国际老大也穿了主子在这 正吃饭呢 没事 来 进来坐吧 进来 警察同志 喝杯水吧 您是 我 我是翠翠哥哥 死者的大卷哥 我来呢是想问问你们 怎么商量呢 我们也正在商量 没什么可商量 我们起诉 起诉 你们兄妹都是这么想的 没商量好呢 不一定 说了没什么商量 小千是我老公 这事我说了算 怎么说呢 这亲人没了吧 我们的心情不是能够理解的 可是你这么做 对双方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司机属于过世傻人 离了婚条件也不好 自己带着的孩子 房贷还欠了好几十万呢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警察同志 我老公的命都没有了 他是赵世忠 他必须受到惩罚 是 他肯定得接受惩罚 可是林翠翠 你看看你现在的情况 我看你这也马上要做妈妈的人了 你也得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去想想看 那个司机也是个单亲父亲 大人离婚之后 那孩子就一直跟着他过日子 如果他进去坐了牢 那孩子不是很可怜吗 那我的孩子呢 他坐几年牢 他出来了他孩子还能见着他 可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 他爸爸就没了 他这辈子都见不着他爸 你先休休气了 翠翠翠 我们每年都会经手很多 这样类似的案件 绝大多数的结果 都是家属愿意接受赔偿机的 也不是说这点钱 就难用弥补过错挽回伤痛 而是把这是最理智 也是最现实的做法 况且你现在永运在身 你拿不到这赔偿 将来的日子更难过 这经济涨 咱有的时候也得算一算 有了这几十万的赔偿金 最起码可以让你 尤其是你的孩子 在生活上多少能好过一点 那行吧 你们就再商量商量 你就不打扰了 差点忘了个事 这身份证是你的吧 是我的 怎么在铁上 那天下午那赵氏司机拉过你 他能在医院看见你了 你当时可能没注意他 你说糊涂了 撞死我妹夫那司机 和拉我的司机是同一个人 世界真不大 那么多出租车 你偏偏上了他的车 原家路窄呗 行了 我走了啊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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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